以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,宋美玲与蒋介石结婚,两姐妹是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,她们的地位非常突出,宋庆龄和宋美玲从小就有着很好的关系,他们都曾在美国学习并接受过西方教育,但是宋庆龄在大病期间非常想看到宋美玲,但是宋美玲没有去看望她。 宋美玲在北京去世后,众人遵照宋庆龄的遗愿,并向宋美玲发出邀请,希望宋美玲能够回国,当时主要媒体密切关注了宋美玲是否会回到中国哀悼,但令人失望的是,宋美玲没有回应宋庆龄的葬礼邀请,尽管如此,宋美玲仍然还是心怀着宋庆龄的。 据悉,宋美玲去世前,她与宋庆龄有着相同的意愿,尽管宋美玲在美国,但她要求自己与大姐一起埋葬。